第六百四十一章 百年殷怀 太阴木侠 这枚筑基丹便作为给你的见面礼 后面还会定期给你一些零食 作为酬劳 若是事情完成得好 或许还会有其他宝物赏赐给你 找到久如宝书所需的工具人后 陆璇心情大好 两人立下协议后 直接拿出一枚筑基丹赏赐给洪青海 洪青海诵读诗词文章 他则主要负责培育 促进临职吸收文器 虽说这样可能会对光团奖励有些影响 不过陆璇也顾不上这些了 能将六品的九如宝树培育成熟便是极好的 多谢前辈 晚辈一定劫心尽力 不负所托 洪青海双手微微颤抖地接过住鸡丹 向陆璇承诺道 陆璇将他暂时安排在海楼商会分楼 独自来道友见杂祸扑 陆前辈 文前现到他的一瞬间 脸上浮现最为真挚热情的笑容 生意如何 陆璇扫过屋子里面摆放的木架 发现上面的宝物数量已经没有多少 生意很好 前辈拿出的那些宝物都极受修饰欢迎 甚至有几种引得不少住鸡修饰哄 住鸡丹卖出的最快 其次便是四品的迪尘丹与二品的运灵丹 寿灵丹还剩下一半左右 养剑葫芦由于物美价廉 也很快卖光 至于剑服那就更不用说了 已经有许多住鸡修饰托关系找到在下 想要私自求的一枚四品剑服 你看住办就行 只要售价不变 不给我带来麻烦即可 陆璇随口说道 想了想 又从储物袋里取出一些住鸡单 剑服等宝物 放在木架上 这段时间卖得的零食 我要带走大半 他开口说道 好的前辈 这是账本 文钱连忙将账本递过来 陆璇随意翻了一下 向他说道 替我取两千八百中品零食过来 文钱重重点头 当即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堆灵器四亿的中品零食 陆璇灵力移动 将众多零食扫入储物袋中 心中感慨万千 这开店赚零食的速度也太快了一些 半月左右 便给他带来将近三十万下品零食的利益 可以说抵得上两件低阶法宝了 最主要的是 自己没有花费多少成本 零食花得最多的 居然是店铺每月一万多的租金 完全可以说的上一本万利了 这些宝物 大多数来源于光团奖励 只有部分丹药 是他自己炼制出来 不过 宗师级的炼丹水平 也是来自于光团里的单方经验包 不知买下一处秘境 需要多少零食 这魔赚下去的话 说不定可以去问问价格 他心中产生这样一个念头 晋升节当后 有足够灵切 强大神魂支撑 他决心扩产灵质 不过雷火星动动腹里的灵田 有些捉襟见肘 他有了再找一处秘境的想法 等零食咋够了 再去商会里面问问 他心中想着 视线落在一旁低头不语的文钱身上 做得不错 好好干 继续做下去的话 我会给你长酬劳的 陆璇顺势给文钱画了一个大饼 卷着零食离去 无数戏微雷芒中 陆璇手持雷火令 江洪青海护住 来到洞府 洞府外面一切如常 他开启阵法 进入洞府中 胖鸟等一众灵兽 感知到他的气息 纷纷迎了出来 见到陆璇身旁的洪青海 各自露出好奇之色 洪青还感应到胖鸟等灵兽身上的强大气息 一动不动 任由胖鸟 离火焦等围着他转来转去 这些都是我豢养的灵兽 攻击性不强 你可以放心与他们相处 至于要你做的事 很简单 每日在我画给你居住的地方 诵读诗词文章便可 我有一灵植 习性比较奇怪 需要生长在文气环境 聆听诗词文章 儒家经义 你要好好满足他的所有要求 陆璇带着洪青海来到 种植着九如宝树灵重的灵田 爱听书的灵植 确实有些古怪 洪青海心中想住 以后你就住这里吧 其余不置有静置的灵田 尽量少去 陆璇双手一抬 灵田旁边的土石飞快变化 宗师级的地影树施展开来 一座石屋瞬间出现 为了能让九如宝树 有一个更好的生长环境 他直接将洪青海的居所 建立在灵田附近 从而使九如宝树 能够时刻聆听儒家经义 受文气滋养 数日后 他来到灵田 远远便听到朗朗读书声 声音中似乎蕴藏着一股 微弱而又坚定的力量 灵田里 久如宝树灵众表面的黑字不断游动 随着声音的节奏而变化 流露出勃勃生机 黑字上的游墨气息更加浓郁 看样子 这段时间受到了充分滋润 陆璇感受到灵众的变化 施展灵羽术等术法 让灵芝更好地吸收文气 再悄然离去 那片区域令外部支柱禁止阵法 使得洪青海的行动受到极大拘束 没有经过陆璇的同意 无法随意踏入其他灵田 他在洞府种灵田间不断寻视着 忽然 在一处阴气浓郁的角落 注意到 一株高大乌黑槐树上 有着一个光团 微微闪烁 这灵植 似乎是好多年前种植的阴槐 怎么突然蹦出来一个光团 陆璇神情有些愕然 这阴槐 还是他刚刚进入天剑宗室所种 种下应该不下于三十年 不过 由于殷槐属于年份累龄值 没有什么成熟期限 加上品阶只是二品 陆璇就末怎么放在心上 任由他在角落里自由生长 只是从宗门迁移的时候 顺便将他带上 反正掏虫囊空间足够 记得刚种下基年的时候 还从他身上收获了一个光团 似乎是得到一件阴魂珠奖励 后面一直没有收获 差点将他直接忽略了 陆璇心中想住 心神凝聚在已经有半丈多高的阴槐上 阴槐 二品灵植 已有百年成长期 阴气浓郁 可以酝养 治愈阴魂 处理后的树枝可以作为修行阴属工法的材料 已经百年了 我记得 只种植三十多年 看样子 是灵力环境 加上淋雨树木生树等树法 促进它迅速生长 陆璇心中想住 轻轻触碰树干表面的光团 光团碎裂未无数系微光点 飞速涌入陆璇体内 百年阴槐 收获无品宝物 太阴木霞 第六百四十二章 太想进步了 念头闪过 一个巴掌大小的精美木盒出现在陆璇手掌之中 木盒沉默黑色 表面有着无数诡谓复杂的纹路 彭腐要将人的魂魄吸收进入一半 握在手中有一种轻微的阴冷之感 陆璇心神凝聚在木盒表面 顿时了解到有关它的详细信息 太阴木霞 无品宝物 里面炼化有一丝太阴之力 能够治愈 滋养 壮大魂体 魂体可以长久留在旗内 不易消散 无品宝物 发了发了 陆璇心中惊喜 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珠二品的阴怀 能够开出无品级别的宝物 你只管悄悄地种 所有丰厚的奖励都会如期而至 他暗暗想到 这个太阴木霞 虽然对自己用途不大 但对于某些鬼修 或者养鬼的邪修来说 却是一件极为不错的宝物 他小心将这太阴木霞 收入掏虫囊中 四品宝物 明英珠 极乐心惊 弥玉丹等在他身前轻轻舞动 一道道念头 如同走马关灯一般 从他脑海中闪过 年份累灵值 哪怕品阶低了一些 可若是积累的年限多了 等到了某个点时 出现的光团奖励 不弱于许多高品阶灵值 不可以单纯用品阶来 衡量其价值 或许可以去海楼商会问下 看有没有那种百年 千年类灵药 好多灵桃 陆旋似乎看到一个个光团 在朝着自己微微闪烁 身形如同浮光略过 转瞬间 一堆灵桃附在自己身前 一段时间末来 第三批迷先桃 已经全部成熟 一个个鲜嫩粉红 饱满多枝的灵桃 在粉白之夜间若隐若现 半遮半眼 在底下粉红瘴气的衬托下 有一股别样的诱惑力 可惜 洞府里面这泪灵植树量 实在太少了 除了这阴怀外 只剩下那株七品的蚁木青雷腾 陆旋在心中暗暗想到 他继续巡视灵田 来到种植着迷先桃的区域 收获三品迷先桃一枚 获得四品宝雾迷阴珠 嗯 迷先桃虽然每隔几年 就能收获灵果 但只是重负性结果 随着收取光团的次数 越来越多 以及自己修为境界越来越高 得到的光团奖励 只会逐渐减弱 采摘灵桃后 白色光团随着浮现出来 一鸣一暗微微闪烁着 收获三品迷先桃 收获三品迷先桃一枚 获得四品丹药迷玉丹 一种重奖励或是以食物形式出现在他面前 或是直接涌入他脑海 轻轻触碰后 所有光团几乎同一时间无声碎裂 漫天光点穿过迷先桃之夜 汇聚成一条条光河 相继涌入入玄体内 没想到四品丹药中 居然是迷玉丹的炼制水平最高 大概到了大成级别 他之前所种的灵质中 收获四品丹方经验包的主要有两种 分别是迷玉丹与迪尘丹 迪尘丹炼制水平还在熟练与精通之间 这迷玉丹却已经突破到了大成阶段 记住鸡丹后 又是一种大转零食的手段 可惜迷玉丹用途不像铸鸡丹那般广泛 也不一定 毕竟老色批什么的 就算是修行界也绝不会少的 陆玄想到了十八星洞里面的欢喜心洞 据说那里是修行界一等一的寻欢作乐之地 可惜一直忙于种田 无缘一入 这些来自于迷先桃光团的奖励 他统一收好 打算药膜放在有剑杂货铺里出售 药膜针对性的去欢喜心洞走一遭 以高价卖给需要的修饰人群 种田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两月过去 清晨时分 洞府里 一块一亩左右的林田 林田周围你 慢着浓郁雾气 看不清林田外面的景象 在林田旁边 有机间简陋食屋 枝牙一声 洪青海从食屋里走出 来到一株形态怪异的幼苗面前 幼苗表面有着许多蝌蚪大小的浅浅蚌子游动 金干部位由无数黑色线条凝聚而成 宁神戏看下 线条竟是由一个个延伸许多倍的字迹组成 洪青海早已习惯 眼前这朱林植的奇异 神色不惊 坐在林植旁边一块空地上 取出一侧泛黄的书籍 丹田李文气翻涌 一道清月激昂的读书声响起 林植幼苗文字 似乎理解读书声中蕴藏的微弱力量 游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甚至有不少直接钻入灵植经验里面 小半失晨后 洪青海回过神来 放下手中书籍 细细感悟着刚才的修行所得 他望了望林田四周的雾气 完全没有丝毫愉悦的想法 这些雾气虽然大大限制他的行动范围 可他心中却没有丁点不满 来到此处洞府两月有余 他对目前的修行生活满意的不能再满意 所居之地没有先前方势力繁华 但却比方势力好了不知多少倍 灵气之浓欲纯净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同时安全程度也提升了许多 不用担心邪修截略 妖兽突袭 更不用害怕以前得罪的势力寻到此处 与这些东西相比 那些繁华就都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一碰就碎 每隔一段时间 洞府背后的那名结丹真人 还会过来赠送给自己些许丹药 福禄 说是一点小小的福利 陆璇的这番举动 让红青海大位感激 更加努力地给九如宝树 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器环境 等在修炼调整一段时日 便可以尝试着去突破筑基了 一想到自己的美好未来 红青海星中满是期待 对于九如宝树灵田里的那名如修的想法 陆璇没有多去了解 只是时不时过来一趟 查看一下灵植的状态 施展种田基础树法 让九如宝树更好地吸收周围文器 这日 他待在灵田里 小心将冰蝇草上凝结出来的灵种摘取下来 留下的五株冰蝇草 在愈发熟练的第二次凝种中 凝结出26枚冰蝇草灵种 产量比第一次提升不少 等再改良出一些 就可以着手大规模培育了 晋升到结单前期后 修位已经很久没有上涨了 陆璇心中暗暗想到 以他自己的真实天赋 就算日夜苦修 提升的修位几乎感受不到 让习惯了收获光团十灵气猛掌的他 很不适应 我太想进步了 第643章 黑水星洞 灵天里 陆璇望着眼前一条 如同巨大蟒蛇一般的争鸣藤蔓 小心将其从脸壤中采摘出来 藤蔓正是从天剑宗千里时带过来的三品焦藤 许久前还从其光团里面 开出过一部五品炼体功法 太虚化龙片 得上部 陆璇一直惦记着剩下部分 可惜 只是一件普通的三品宝物 收获光团后 陆璇望着手中的奖励 神情略显失望地感慨道 不过 他也能理解 毕竟焦藤只是三品灵职 种植时他已经是筑基圆满境界 收获光团时更是结单修位 降级培育和收获 自然会影响宝物的品质 看样子 要想得到 太虚化龙片 的后续功法 必须得将焦藤改良成更好品质的灵职 或者从类似灵职光团中获得 他心中想到 对于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奖励 他很快就接受 反正还有五品的金刚菩提 看其功效 大概率能开出至少五品 甚至六品的炼体宝物 除了三品的焦藤外 当初带过来的灵职 还有四品的地火星帘 五行国等 另外 还有地火星帘与五行国的凝重之法 地火星帘与五行国 无论是所皆的灵国 亦或是光团奖励 在他印象中都颇为不错 所以才特意弄来 这两种灵职的凝重之法 陆道友一直在洞府中培育灵职 对于天心洞发生的大小事情 可能不太了解 陆璇低声说道 他偶尔与附近修士聚会交流 从他们口中 听过那名行星使的名号 只是无缘得陷 灵职品街到了无品以后 极难获得 陆璇看能不能通过改良诱导的方式 得到一两枚 夜道友 陆某在 黑水星洞行星使 我今日过来 是想给陆道友你发张请帖 他身形一闪 来到洞府外面 前阵时间 黑水星洞里面的行星使 成功突破至杰丹后期 想要邀请留在天心洞里的杰丹真人们 前去参加庆功宴会 特意托我过来 告知陆道友一声 夜悬银说着 手中出现一枚怪异浮露 他按照方法 通过不同手段 引导这两种成熟灵值内的草木灵器 精华等 凝聚在一起 慢慢等待 凝结出灵众 浮露成深黑色 没有固定形态 像是水滴在慢慢流淌 隐隐听到轻微哗啦声 陆璇脑海中 出现一个银丝女修 女修名为夜悬银 之前晋升杰丹时 曾前来洞府祝贺 与他算是有着一面之缘 陆璇疑惑问道 等五行果等灵众数量足够了之后 可以大肆种植 批量生产的同时 还可以尝试着改良一下 所以 在灵植成熟后 他并没有急着去采摘 收获光团 而是全部用来凝重 晴天 不知夜道 游有何要事 陆道游可在洞府 陆璇望着女修 脸上带着和煦笑容 正在巡视灵田 查看灵植时 屋外传来一道冷冽女生 好 到时 陆某一定会准时赴约 结丹后期修饰 同时又是天心洞高层邀请 他自然不好拒绝 加上只是去参加一场宴会 没有什么风险 陆璇便顺口同意 再者 宴会上必定有不少结丹修饰聚集 他正好借此机会 多结实一些 说不定 哪天就能从某名结丹真人身上 薅来一两枚高阶灵重 宴会在三日后 到时再下过来邀请陆导游你一同前往 叶玄银微笑说道 麻烦叶道友了 陆璇欣然接受 无边海浪翻涌 双目所及全是深黑水面 翻滚间 旁服可以将修饰魂魄吞入其中 陆导游可是头一次过来 黑水星洞 黑水上空 叶玄银与陆璇两人各自驾驭着飞舰 急速掠过 没错 来到雷火星洞数年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洞府中培育灵直 只是偶尔去下摘星楼 陆璇如实回答 十八星洞 每个星洞都有其奇异之处 雷火星洞里面最有名的自然是那处无边雷海 里面盛产各种零雷甚至神雷 叶玄银满头银丝在空中狂乱舞动着 不时有细微雷芒在发烧浮现 至于黑水星洞 则是因为各种灵液而闻名于离阳境 陆导游若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带点回洞府 许多灵液都是有利于灵直生长的 陆璇连芒点头 心中对于黑水星洞有了几分兴趣 黑水星洞里面分布着不少岛屿 练其修饰住在岛屿上面 筑基或者杰丹修室大部分在黑水中 这片海洋深处有着不少上古时代残留下来的秘境 不过 那些地方大都极为凶险 哪怕是杰丹真人 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够全身而退 静置 海兽 潜藏在黑水里的邪碎 邪修等 各个神秘强大 叶玄银向陆璇详细介绍着黑水星洞的信息 路过某处秘境范畴时 还会简单说上几句 让陆璇获悉不少 嗯 在经过一片海域时 陆璇身形一顿 眉头微皱 随即恢复正常 怎么 陆道友可是有所发现 叶玄银好奇问道 没有 只是修炼过一门艺术 心中偶有所感 叶道友可知 这片海域有何奇异之处 陆璇神情自若地说道 这片海域在下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据传数百年前出现过一条七品实力的异种蛟龙 不过在那之后 就再也没有修饰看到过 附近有着几处秘境 不过已经被黑水星洞里面的修饰探索得七七八八 叶玄银不宜有它 向陆璇说道 原来如此 或许只是某处秘境有着在下熟悉的东西 让陆某偶然有所察觉 陆璇点了点头 随口胡周道 就在刚刚 经过这一海域时 他临时察觉到 藏在腰间的掏虫囊有轻微异动 细细查看一下 却是那颗从龙海草光团里 获得的六瓶宝物 陀龙珠 珠子在掏虫囊里 微微颤抖着 似乎底下海域里 正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 难道说 底下海域里 有着一处异兽陀龙的洞府 亦或是相关宝物 陆璇心中暗暗想到 他牢牢记住 海域周围景象 神色如常地 跟在叶玄银身后 向着那名行星史的洞府赶去 第六百四十四章 恶意 到了 陆道友 此处海域底下方圆百里 都是那名行星史的洞府 叶玄银身形停下 指着下方一片深黑平静的海面说道 陆璇灵石延伸过去 只觉下方有着重重静置 似乎要枪灵石都吞噬一般 他跟在叶玄银身后 缓缓落下 感知到两人的气息 深黑水面出现一个杖许漩涡 漩涡不断增大 一头直径约有七丈的巨龟 从里面浮现出来 叶道友 还有这位有些陌生的道友 还请出示一下请帖 巨龟脑袋两侧 各有一柳灰白长须垂落下来 嗓音低沉地向陆璇两人说道 陆璇联盟从储物袋里取出那张流水一般的符路 交给巨龟 巨龟点了点头 龟壳上黑光一闪 一个淡黑水泡将两人裹在其中 缓缓潜入深黑水面 邢坤朗声大笑道 叶道友 许久不见 道友风采依旧 叶玄英传音回道 行星使客气了 恭贺星使突破杰丹后期 原因在望 前面便是邢坤行星使 洞府大门 数十个容貌或轻力稚嫩 或娇艳妩媚的娇人排成两列 面带微笑 欢迎着前来参加宴会的众多修饰 行坤哈哈大笑道 这位便是心境结单的陆璇路道友吧 久仰大名 但黑水泡轻松穿过重重静止 带着两人前往远处一座壮阔洞府 水泡中 陆璇向叶玄迎船音道 据传是行星使长辈一流 寿缘绵长 至少数千载 万载也说不定 平日里镇守星使洞府 越靠近水底洞府 陆璇眼中各种奇形怪状的水族精怪 就越来越多 其中不乏实力在三品四品级别的存在 水底世界四处生长着广阔明亮的珊瑚礁群 还有一根根接着类似夜明珠灵果的水草 使得底下视线反而比黑水浅层清晰了许多 犹如白昼 叶玄迎传音给陆璇一句 声音落下 门口一鸣身材高大 脖子 面颊上升有乌黑鱼鳞的中年修士迎了出来 机具客气化后 陆璇与叶玄迎两人进入洞府中 听闻道友在灵芝一道上有着非凡造诣 行某洞府里生产一些不错的水属灵芝 有机会的话与陆道友你交流交流 修士气息如渊如海 旁腐于整个海底融为一体 一举一动间引起周围海浪呼应震动 陆璇报全问后道 叶道友 刚刚那头巨龟是何来头 门口吐人言 起码是无品实力的妖兽 多谢道友 大厅内 有着不少修士来来往往 两人找到接待宾客的洞府直视 各自呈上鹤礼 陆璇送了一份亲手酿制的玉洗灵露 四品灵酿 又是极为稀少的品种 也能拿得出手了 大厅布置得极为奢华 里面已经有着数百名修士 陆璇临时略一扫过 就发现其中不下五六十名杰丹真人 加上隐藏修位的 杰丹修士应该会更多一些 由此可见天心洞实力之强大 底蕴之深厚了 一场庆功宴会 排除掉那些闭关修炼的 外出游历的 还能邀请来如此之多的杰丹真人 陆璇在心中不禁感慨道 在场杰丹修士中 他只认识荡出过来为他庆贺的寥寥庶人 正好借此机会 在叶玄银的引荐下 结识了不少 这位便是雷火心动的陆道友巴 他待在角落里读字品《长林果林茶》时 两名杰丹修士来到身前 正是在下 不知两位 陆璇微笑沉吟道 在下御林散人 听闻陆道友喜爱培育林职 恰好我也在林职一道上有着几分天赋 有机会的话 定要与陆道友你交流一二 一名身穿翠绿衣上的女修轻声说道 女修衣袍上 亦散出浓郁草木灵气 给人一种清新自然质感 在她发际上 一只新鲜娇艳花朵横生出来 花瓣上还残留着清澈小鹿珠 在女修走洞间轻轻摇晃 生机盎然 灵气流转 应当是一件不俗宝物 见过道友 不知道有所居何处 陆某有机会前来拜访 陆璇闻言 心中顿时生出几分兴趣 喜爱种植灵植的结单境界的修饰 那可是相当少见 自当结识一番 轻目心动 随时欢迎陆道友过来 御灵散人发际里面的花朵 振战不已 微笑说道 她指了指旁边一名沉默不语的青年 柔声说道 这位是王岁怀道友 擅长培育各类灵兽 天生拥有与各类灵兽沟通的天赋 与我们算是殊途同归 久仰路道友之名 便与我一同过来 结识一下道友你 青年看上去有些不修蝙蝠 身上传来一股博杂气息 像是许多妖兽气味混合在一起 脸颊上场有繁蜜花纹 彭扶万千兽类图案重叠形成 她似乎很少开口说话 望向陆旋时 挤出一个和善而又略显僵硬的笑容 见过王道友 陆旋拱手诗里道 三人围在一起 她与御灵散人互相交流了一番培育灵直的经验 各自受益匪浅 末多久 宴会正式开始 行坤简单致辞 便有各类珍修美味呈了上来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都是平时极难品尝到的妖兽肉 加上烹饪手段极为高明 陆旋大快躲朔 放开肚子 一饱口服 品尝美味间 又有娇人 棒人等轮番上台表演 真是不小 内容丰富 称得上极致的试听盛宴 嗯 陆旋正在享受美味 观看表演时 突然察觉到一股视线落在自己身上 他临时敏锐 察觉到视线中有着若有若无的恶意 似乎在打量着一团美味一般 贪婪而又极具侵略性 他临时装作不经意地扫过周围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落在身上的恶意视线不知何时已经撤去 角落里 一名坐在地上如同一座肉山的修士 正在品尝着手中夭瘦骨头 忽然 手心出现一张怪异裂缝 一件形如触手的灰黑长蛇 缓缓伸出 舔弄着裂缝上下左右 真是太碎肉的味道 肉山修士不着痕迹地掩盖住裂缝 心中悄然问道 夹不了 而且看样子还未完全消化 要是把它吃了 差不多相当于我们自己尝到太碎肉 啊 受不了了 我要吃 马上就要吃 灰黑舌头上流出浓黑咸水 一副难以忍受的模样 第645章 陈光草 不知是修炼有邪道功法的修士零食无意扫过 还是有人对我心怀不轨 那思若有所悟的恶意消失后 陆璇心中暗暗生出警觉 不过 在杰丹后期的新史洞府中 不必考虑那么多 他便安心享受宴会美食 陆道友 正在享用水底洞府的独特水鼠 腰瘦肉食 突然 陆璇耳畔想起一道温柔女声 他寻声望去 只见一名秀雅清丽的白衣女子 正面含笑意地望着自己 女子身后 还有两名俊秀青年 俱士气度不凡 风采翩翩 三人都是杰丹前妻修位 一看就知莱莉非同小可 正是在下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找陆某有何要事 之所以 过来找到陆道友 是因为 燕然在洞府内中有义灵植 平日里极为喜爱 可是最近不知如何 灵植变得越来越病 燕燕 他住在雷火星洞已有数年 又成为海楼商会的客亲 自然了解 这里杨靖并列第二大势力的可怕 远比天剑宗强了不知多少 陆璇神色一正 天心洞里面都是一些散修 能够认出 你那心爱灵植的都不多 和谈解绝灵植问题 他在过来途中 从叶玄银口中得知 行坤有一女 天赋出众 拜入黎阳进最大宗门 黎阳道宗之内 还不如去从宗门里 找来一名金鱼灵植的师兄 一劳永逸 彻底解决 况且 道宗离黑水星洞相隔如此遥远 再请一名金鱼灵植的师兄过来的话 太过麻烦了一些 在下行燕燃 这位是我的两位同门 张师兄严重了 陆道友能够评级灵植师的身份 在天心洞闯下弱大名声 其灵植造一己 可能不弱于门内师兄 陆道友 燕燃师兄所说 出欲无心 还请道友误怪 而黎阳道宗 稳居黎阳进第一大宗门不知几千年 其底蕴之身 不是他现在这个散修灵植师 所能想象得到的 行燕燃柔声说道 听闻陆道友 你在灵植一道上造一颇深 便过来寻求道友你的帮助 无妨 陆某确实只是一名散修灵植师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见陆璇正沉吟不语 其中一名气质略显阴沉的青年 忍不住出声说道 行师妹 何必要在这里找一名散修去查看灵植问题 行燕燃脸上笑意收敛 陆璇摆了摆手 原来是黎阳道宗的三位道友 失礼失礼 陆璇微笑说道 他身后的两名同门虽然没有说什么 可看表情 隐隐有一种不耐烦之色 行道友可曾找了青木星洞御灵散人 他在灵植一道上有着独特天赋 或许能更轻松地解决到有灵植问题 早在几日前 便让御灵散人过来看了看 可惜他没有丝毫头绪 陆璇闻言 轻轻点头 那我就随行道友 一同去看看那灵植 对于那名黎阳道宗修士语气中的轻视 他并没有太过放在心上 能够借此机会 皆使拥有杰丹后期行坤之女 以及黎阳道宗弟子双重身份的行燕燃 他自然不会放过 说不定就能从这些大事里 薅得一两枚高阶灵重了 陆璇跟在行燕燃三人身后 来到洞府一处别院 院子里铺着厚厚深黑灵壤 不时从中飘出一个个淡黑水泡 水泡灵气逼人 看不出灵壤是何来头 里面熙熙落落地种植着不少灵植 品阶都不低 三瓶以下的极为罕见 这磨大块灵田就种植着这几株灵植 浪费 太浪费了 陆璇心中痛惜不已 他所居住的洞府恨不得把每一小块灵田都充分利用起来 眼前这名女子却如此抱天天物 让身为灵植师的她羡慕极度 这便是那株灵植了 来自于抑郁 由于外形奇特规律 平日里格外喜爱 行燕燃指着前方不远处一株灵植说道 灵植形太怪异 枝叶竟然没有固定实体 像是漫天光点凝聚而成 各自以特殊规律缓缓运转住 看得出灵植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 光点形成的枝叶略显暗淡 隐隐有异散的迹象 陆璇上前几步 临时探出 详细查询住灵植情况 他身后的两名黎阳道宗修士双手怀抱胸前 紧紧盯着 似乎要看他的笑话一般 灵植名未成光草 由于枝叶像是光线中飞舞的灰尘 陈光草之名便由此而来 邢炎然站在一旁简单介绍道 陆璇青青扁头 神情自若 在灵壤内小范围施展的引述 让灵植底下的灵壤结构发生细微变化 从而完成种植这一流程 他心神凝聚在灵植上 瞬间便了解到眼前灵植的详细信息 陈光草 无品灵植 来自于神光界域 和光同尘 生长过程中需要吸收大量灵光 成熟后可以用来炼制某些特殊物品丹药 也可以辅助修炼相应功法神通 正处于曝光特殊时期 需要吸收海量强光 由于没有满足生长条件 灵植正逐渐衰弱 我看到了光 需要大量光照的罕见灵植 陆璇觉得自己的灵植之时再次丰富不少 心中暗暗感慨于世间灵植之多样性 陈光草 可是 来自异域神光界的罕见灵植 他悄然收回灵食 神色如常地说道 似乎这对于他来说是 基本常识一般 陆道有果然精通灵植 但是 连陈光草的来历都一清二楚 邢嫣然惊喜出生 眼中多了几分期待 他只是告诉陆璇灵植品种 并没有说出其详细来历 而陆璇只是稍微观察一下 便直接指出陈光草来历 光这一手 就比先前的玉林散人降了许多 在他身后 两名来自黎阳道宗的青年眼神同样一变 对于陆璇的轻视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人眼中 只是散修身份的陆璇 万万不可能认出陈光草的来历 可没想到陆璇却直接指明 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哪怕在黎阳道宗内 也有许多弟子 无法将陈光草边认出来 甚至就连经于临职一道的同门都有可能 不知陆道有有何良策 能将这诸陈光草治好 邢嫣然忍不住出声问道 第646章 避险 有一点头绪 不过是否有效 还得行道友 你亲自尝试一下 陆璇微笑说道 还请道友明示 陈光草 顾名思义 生长过程中需要吸收大量灵光 看灵职周围布置 行道友应该知晓这一特性 不过 在灵职的不同声长阶段 所需灵光的量也各不相同 现在灵职处于曝光特殊时期 需要的灵光是先前的数倍不止 而黑水深处 光照天然不足 加上道友布下的光源强度不够 因此灵职营养得不到满足 逐渐有衰弱的迹象 只需再加上大量灵光 充分照射陈光草 便能解决这一问题 陆璇神情自若 坎坎坎坎坎 语气中有着绝对的自信 让人信服 原来如此 行焉然闻言 不禁点头 身上灵力涌动 数颗金黄明珠从储物带里飞出 光芒大作 照耀的整个别院犹如白昼 半日后 宴会逐渐进入尾声 洞府之士分别在美名杰丹修士桌前奉上一个精美玉盒 嗯 陆道友 你那玉盒中的也是四品妖兽肉 此次多谢道友帮忙解决一大难题 等宴会结束 我再好好愁谢道友 陆璇临时早过 心中疑惑 他虽然没有看到玉盒里面具体装着什么 可临时感知中 绝不是四品的妖兽肉 在他数丈开外的一名杰丹真人好奇问道 受强光刺激 尘光草之夜里的光点游动速度加快少许 一会后 整株灵植都叫先前明亮了一些 灵石感知中 生机也有了明显的复苏 等他身影离去 陆璇周围的几名杰丹真人灵石在玉盒中一扫 没想到居然如此轻松就解决这一难题 没错 陆道友在灵植上的造诣比传闻中的更要厉害一些 不敢当不敢当 行妍然望着明显好转的陈光草 口中感慨不已 里面盛放着一枚古怪灵重 看其气息 应当是无品不假 旁边两名黎阳道宗修士齐齐点头 表示附和 他望向陆璇的眼中满是赞许之色 我这也是四品妖兽肉 不过 他也清楚 轻松也只是相对而言 若不是陆璇直接指明问题 靠他自己的话 还不知何时找到应对之策 旁边一人出声说道 四品的灵鱼 应该是黑水星洞的特产 行星使导也客气 陆璇客气两句 与三人回到宴会大厅 陆璇随口答道 不着痕迹的疆域和收入储物待终 其余杰丹修士 都是以四品妖兽肉或者其他铜结宝物作为回礼 唯独我的玉盒中是一枚五品的灵重 应该与我帮忙解决陈光草灵之一事有很大关系 他在心中暗暗想到 行星使之女不愧是大宗出身 出手如此大方 我只是帮忙看了一下 指点了机具 便送予我一枚五品灵重 四品与五品宝物之间 价值相差许多 他送上这样一份大礼 也算是有心了 陆璇对于这份愁劳极未满意 心中只想着回到洞府 取出灵重 看看究竟是何来历 看其气息 应当是某种五品水属灵直 具体品种 就只能回到洞府才能知晓了 大庭广众下 陆璇不好取出细细查看 只得暂时按捺住内心好奇 等待宴会结束 就在此时 他披在里面的轻浮羽衣突然灵光涌现 肌肤隐隐传来刺痛之感 这是有修士在用气机窥探推演我 陆璇心中警铃大作 轻浮羽衣能够隔绝气息牵引 蒙蔽推演术法 能有此反应 定然是有修士在暗中窥探自己 会不会与宴会刚开始那道恶意有关 他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宴会刚刚开始时 出现在自己身上的那道若有若无的恶意 看样子 有修士想要对我不利啊 他在心中暗暗沉吟 正面硬钢 还是找机会避开 硬钢的话 身上虽然有不少无品宝物 可刚刚晋升杰丹没有多久 除了那基建宝物以外 其他方面在同阶修士中只是一般 若是对方只是杰丹前期还好 平级手中宝物 以及不弱于同阶修士的实力 可以独自应付下来 可万一对方不止一人 或者实力在杰丹中期买至更高 那就麻烦了 他脑海中飞速运转 很快便有了抉择 暂时避开 等再多些高阶灵职成熟 多些宝物神通护体 再去解决那人 现在他的目的已经暴露出来 我在暗处 只需实力足够 就能安然度过 陆玄心中想住 陆道友 等宴会结束后如何打算 是在黑水星洞里面逛一逛 买些特色灵液 还是与其余几位道友一同回雷火星洞 在他暗暗思量间 旁边的叶玄银出声问道 再下对那些灵液兴趣不大 好不容易结识这魔多实力高强的道友 还是与鸡尾道友先行回雷火星洞吧 顺道在路上向鸡尾请教一下修行问题 等下次有机会过来 再好好在黑水星洞里走走 陆玄原本打算宴会结束后 去黑水底下四处逛逛 见识一下黑水星洞里的不同风土人情 可在得知有修士对自己心怀不轨后 立马改变想法 离开心始洞府后 若是独自行动的话 很容易引来幕后修士的袭击 可若是与几名结单修士结伴行 那躲在暗处的修士 就得掂量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了 有大腿豹 必须的牢牢报警 这就是紧急避险 至于黑水星洞里的特色灵液啥的 以后多的是机会 别的不说 真想得到的话 至少可以从海楼商会里获取 陆玄明白 孰大孰小 小命要紧 还是先度过眼前这波风险最为重要 他紧紧跟在五名雷火星洞里的结单修士身后 不时出声询问什么 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 等从黑水深处出来 鸡人一同飞往雷火星洞 片刻后 似乎没有发现任何可乘之机 披在里面的轻浮羽衣灵气波动 逐渐平息下来 肌肤上传来的刺痛感也随之消失 看样子应该放弃了 不过 这笔账我暂且记住 日后定会好好给你清算的 陆玄神情不变 心中放松许多 第647章 静平流 片刻后 陆玄与继位结单修士一起 飞速从黑水星洞出口离开 树里开外 一团黑影从黑水中缓缓冒出 等全部钻出来后 竟是一座肉山 肉山中心有着一颗五官慈祥的头颅 望着黑水星洞出口 眼中有着无穷的遗憾 走了走了 太碎肉吃不到了 旁边 一条灰黑长蛇从肉山里没地钻出 不停动囊着 没办法 没想到 那个散修灵直师 竟然与那魔多结单修士混在一起 贸然出手的话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头颅微笑着说道 不过 我已经从其他修士口中打探到他的一些消息 知道他居住在雷火星洞内 等找机会 好好在里面打听搜寻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只是一名灵直师 突破结单 估计是走了什么好运 到时放开了 让你吃个饱 好 那就顺道去路道有洞府里参观一下 洞府中心 两大阵盘上灵光流转 各色阵齐烈烈作响 随即没入林壤中 虽说离洞府已经只有不到百里路程 可稳妥起见 陆璇还是决定邀请这新结石的两名杰丹修士 一同回到洞府 则溜 医生 两人在路上与陆璇相谈甚欢 知道他培育出许多滋味 效用各不相同的灵果 心中有了几分兴趣 便欣然答应 一同来到陆璇洞府中 一条肥大手臂插入肉山里 从里面取出一块红黑相间的血肉 未到灰黑长舌面前 一路上 不断有杰丹修士 从小团体中离开 两大阵法 幻灭五行阵位上等幻阵 兼具五行幻兽杀敌之用 而云竹剑阵则是强力杀阵 两者相结合 洞府防护力得到极大加强 让陆璇安全感满满 想到这里 头颅与灰黑长舌一起重虫吞了下口水 肉山重新潜入黑水中 消失不现 这条长舌是它豢养在体内的一个强大邪碎 以血肉为食 传闻中的太岁肉对它而言更是大补之物 若是将那散修灵直式的血肉吞噬 食力定能增长一大截 甚至自己原因可期 最后 只剩下陆璇宇另外两人 雷火心动 小半日后 两人满意离开 陆璇送至洞府外面 等两人身影 在漫天系微雷芒中彻底消失后 第一时间退回洞府内 它心面移动 虚空之中 一条细长裂缝突然出现 一颗灰白淡墨眼同从裂缝中钻出 瞬间出现在数十障开外 在高空急速游厌 有了幻灭五行阵雨云逐渐震两大五品阵法 哪怕是结单中期修饰侵入洞府 破诊出的可能性也不大 肠舌轻松将血肉裹住 瞬间将其吸收干净 黄道友 薛元道友 前面数十里开外便是陆某洞府 可愿去坐坐 品尝一下陆某亲手培育酿制的灵果灵茶 虚空眼目还能看透幻想 监视洞府周围 一旦发现有异常 我这边也能第一时间察觉到 陆璇望着在虚空中不断游液的灰白眼瞳 心中暗暗想到 首先得将那恶意背后的修饰揪出来 没有追到洞府附近还好 若是来了 则要想办法将其解决 陆璇对于目前自己的实力没有绝对信心 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抱大腿 同时心中有了几个选择 雷火心动岂无横行驶 但是 自己与其友一定交情 同时又是天心洞里租户 每年将纳摩多灵石作为租金 天心洞有义务保证租户的安全 海楼商会 自己成为商会客亲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商会的庇护 只是不知商会的势力能否蔓延到雷火心动内 最后 便是雷海里面那头一众青角雷色了 有着原音修士实力的七品妖兽 曾经他解决掉一个小小的烦恼 若是雷四愿意的话 对付那名带有恶意的修士 估计守到勤奈 三个方案作为备选 在哪里有优先考虑哪个势力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要自己底气购印 陆璇神情肃然 望着洞府中漫山遍野的灵植 心中多了几分信心 有光团在 就一切皆有可能 说不定只要开出一个上等光团 就能轻松解决那名墓后修士 洞府中 即将成熟的五品灵植有数众 甚至六品的凤凰墓也距离成熟不远 到时又是数个丰厚光团奖励 实力能因此增强许多 想到这 陆璇安心不守 他来到灵田里 找到一块空住的区域 取出黑水星洞星使行坤作为回礼的浴河 破开浴河上的一个简单静置 一枚形态怪异的灵重出现在陆璇面前 灵重呈壁青色 外观像是沾了露水的叙语 轻弱无误 流露出一股勃勃生机 但青色灵气在灵重表面微微流转 使得灵重给人一种清新自然之感 让人身心舒畅 看其生机 确实是一枚五品灵重 不枉我帮助行坤之女 指出他灵质上的小问题 陆璇嘴角浮现一丝笑意 能够如此轻松地得到一枚五品灵重 让刚刚身受困扰的他 心情大好 他施展宗师境界的地影术 转瞬间 面前灵壤就发生细微结构变化 一条恰到好处的裂缝出现 将续羽状的灵重纳入其中 心面一动 灵田低空 云气翻涌 雷芒涌现 丝丝缕缕缕的灵雨飘落下来 渗入略微松动的灵壤中 静情滋润着碧青色灵重 种下灵重后 陆璇心神凝聚在灵重表面 瞬间 有关灵重的详细信息出现在他石海中 静瓶流 五品灵直 传闻铲字意欲佛门圣地 流落至黑水心动 成熟后的灵直有着滋润神魂 肉身等万物的强大功效 有着极强的治愈能力 可以生死人 肉白骨 能够用来炼制相应丹药或者宝物 成长过程中需要以相似属性的灵犬灵液滋养灌溉 切记不可用协议灵液 免得灵直被鱼 灵性大减 五品灵直 有着极强的治愈效果 这倒不多现 陆璇印象中 他所种的无数灵直里 只有在炼器阶段培育过一两种有着治愈效果的低阶灵直 三品四品的都未有过 何况是五品灵直 幽权灵灵虽然寒性极强 但用来培育静瓶流初期阶段 还是绰绰有余 他心中暗暗想到 第六百四十八章 元阳真火珠 转眼一月过去 这段时间里 陆璇一直狗在洞府里 通过虚空眼目来获知洞府外面情况 有两大五品阵法守护 他心中只是有些警觉之心 并没有太过担忧 心思全部放在灵天里的众多灵直上 洞府内近段时间没有高阶灵直成熟 只有一些以前从天见宗带出来的实验性的低阶灵直 开出的光团也不尽如人意 陆璇决定将它们通通放在有剑杂或扑出售 他重心放在改良树重灵直上 其中主要是二品的水银草灵重 目前兵营草灵重数量有很大缺口 灵重只能慢慢增加灵重数量 陆璇耐心有限 所幸将之前得到的所有水银草灵重都去诱导改良 试图以这种方式 尽快得到足够多的冰营草灵重 灵直改良本是一件长久而又低效的事 普通灵直师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种新的灵直 需要历经重重关卡 一次次的诱导灵重 然后需要在培育阶段不断观察实验 最后再去研究一遍灵直成熟后的功效 凝结四品灵重消耗的心神要比水银草支流多了不知多少 对他而言 最耗时间的恰恰是其他灵直师花心思最少的诱导阶段 剩下的 静静等候一遍灵直成熟就够了 地火心莲能够进化体内鱼灼气息 降低修饰异化风险 抵御邪碎入侵 在域外妖魔侵袭的环境下 显得格外重要 他按照脑海中的灵重方法 小心引导着灵直内的生机 灵力聚集 结合 慢慢凝结灵重 等灵直成熟 还会立即得知成熟后的功效作用 节省大量时间精力 这一改良灵直品种的能力 毫不夸张地说 陆璇一个人抵得上一个宗门的力量 天见宗时 他曾从四农店弄来不少四品灵直 培育成熟后 地火心莲与五行果 无论是灵直本身 还是光团奖励 都极为让他满意 因此 特意习的 这两种四品灵直的凝重之法 在他改良的树重灵直中 除了水银草外 四品的地火心莲与五行果 也纳入重点改良范畴 至于五行果 五行灵力相生相克 玄从光团中得到那座极为重要的五品 幻灭五行阵 其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 陆璇来到一块相对有些偏僻的灵田 望着一株常有一个赤红葫芦的灵直 心中欢喜 这一阶段 他筛选出的灵重成功率 比普通灵直是高了不知多少倍 效率大大提高 咦? 有一株四品灵直成熟了 可对于陆璇来说 难度一下降低了不知多少 诱导灵重过程中 他只需将实验后的灵重种下 便能得到灵重信息 从而筛选出异变灵重 在多次诱导后 得到新的灵直品种 将近一个时辰后 陆璇起身 晃了晃脑袋 略感疲惫 异变灵直升长阶段 他还能第一时间得到其具体的培育方法 不需要再去花大量时间去摸索研究 期间 碰上缠着两株剑腾的草傀儡 顺手喂给他一颗那灵草猪 给他以及那两株剑腾补充一下草木灵气 四品凝重之法 要比低阶凝重之法复杂了许多 凝重过程中不敢有丝毫懈怠 好在还算顺利 凝重进入下一阶段 凝重之后 他在灵天里巡视 观察住每株灵直的详细状态 赤红葫芦上 有着一团团火焰流动 像是落日时的晚霞 绚丽多姿 灵时蔓延到上面时 可以察觉到轻微的灼热感 他望着眼前已经成熟的赤焰葫芦 心中不禁生出感慨 赤焰葫芦乃于火云洞所赠 当初他与火灵一同前往火云洞 替火灵族人解决一大灵直难题 从而得到一枚赤焰葫芦灵重 也不知道火灵师兄他们现在过得如何 是否安全穿梭虚空 抵达洞玄剑宗 只要顺利穿过空间风暴 那对他们而言 就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也不知何时才有雨火灵 格普等师兄见面的机会 陆玄脑海中浮现不少曾经宗门故人的身影 他收敛心神 江藤蔓上的赤红葫芦采摘下来 心神凝聚在表面流动的火源上 一道念头从脑海中闪过 赤焰葫芦 四品灵直 吸收火系灵力培育而成 葫芦里面蕴藏一缕四品 一火赤灵燕 可以用来辅助修炼火系功法神通 也可以直接用来对敌 四品赤灵燕 对于目前的我来说略显鸡肋 陆玄望着手中赤红葫芦 将其收入掏虫囊中 日后再找到合适机会将其处理 嘿嘿 又到了收获光团的环节 陆玄望着眼前悄然浮现 微微闪烁的白色光团 搓了搓手 心中期待 赤焰葫芦 还是他在助击后七十所中 光团奖励应该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他伸出手掌 轻轻触碰光团表面 光团无声碎裂 化为漫天光点 瞬间凝结成一颗淡红光珠虚影 没入陆玄体内 紧接着 一道念头出现在他实海中 收获四品赤焰葫芦一个 获得五品宝物圆阳真火珠 念头消失 一枚赤红玉珠出现在陆玄手掌之中 玉珠鸽鸽子弹大小 里面有一缕细微金红火焰在不断流淌 哪怕有玉珠隔绝 陆玄灵时依然能感知到火焰的霸道强大 心神凝聚其上 有关赤红玉珠的详细信息顿时出现在脑海中 玉珠真火珠 无品宝物 里面封印住一缕无品一火 玉珠真火 真火霸道绝伦 焰尽世间万物 可以用来炼制特殊高阶法器 丹药 也可以辅助修炼火属功法神通等 玉珠真火珠 无品宝物 陆玄轩轻声说道 望着手中的赤红玉珠 心中满足 有了同位无品的 纯阳真火露 这玉阳真火珠对我来说用处不大 它曾从的火星联光团中开出过无品的 纯阳真火露 能够观想的同时 也能玉石里面的金屋残魂对敌 服用清净琉璃茶叶后 已经将其领悟的七七八八 所以 只封印有一缕玉阳真火的玉珠与之相比 远远不如 不过 可以是放出来 滋养六品的凤凰木 凤凰木作为六品火属灵直 成熟的那一刹呢 可能对一伙的需求放大许多 红莲燕肯定不够 到时可以用这玉阳真火珠 助其成熟 陆璇心中暗暗想到 第六百四十九章 吕氏不爽的举报大法 从赤燕湖如处收获到无品宝物 玉阳真火珠后 陆璇心情大好 步伐轻松行走在灵田笼沟里 灵田中 五品的金刚菩提灵直顶端 已经结出一枚金黄菩提子 菩提子拇指指尖大小 表面有着淡淡金色纹路 仔细一看 与佛陀有着七八分相似 在灵直周围 一个半丈多高的金刚虚影 怒目缘争 高举禅佛门法器 似乎要荡尽世间妖魔 陆璇心神凝聚在灵直上 发现下方的进度条即将拉满 快了快了 马上就能收割好几种高阶灵直了 他接着来到五品新元果面前 刚毅接近灵果 形如金黄元侯的灵果 似乎瞬间活了过来 引得他脑海中念头分成出现 庞福被眼前怪异灵果所吸引 隐约有失控的迹象 好在他临时有蕴神铁以及 眼神精 得滋养提升 神魂又在红尘碑里历练无数次 心面一动 立刻将其压制住 心如止水 陆璇一一细心滋养培育 这才带着三分疲惫 七分满足 回到屋中 这几日 他不止一次看到这名肥胖修士 在洞府周围徘徊 有时候还动用法器秘书 潜入洞府附近 不是一般路过洞府的结单修士所谓 一看就动机不纯 若是再多一些五品级别的俘虏就好了 高空之上 虚空眼目不断游咽 无声无息 难以察觉 他从黑水星洞回到洞府后 便十分谨慎地让虚空眼目监视着洞府周围 他本就有着看破幻象的能力 在陆璇的控制下 肥胖修士虽然已经前行不见 但身影却一览无遗 近乎裸露在陆璇面前 还好有那两大五品阵法 还有虚空眼目的监视 不然真不知何时就被他潜入洞府偷袭 没有绝对把握的前提下 陆璇不愿主动出击 宁愿狗在洞府中 静静收获光团 转眼半月过去 先观察几天 看看他究竟是有何动机 目前自己身在暗处 可以夺得先手 另外 身上法器众多 身家应该不弱于许多结单中期修士 没想到 还真有意外发现 陆璇不断全横对笔柱 陆璇心中暗暗感慨道 他来到协议临职临田区域 应该就是这人了 修士不知陆璇已经发现他的踪影 在如此远的距离下 也就没有特意隐藏 只是在靠近陆璇洞府时 施展秘术暗中窥探 不过 通过虚空眼目观察到 这人大概率有着顶尖结单前期修士的实力 甚至结单中期都有一丝可能 回屋后 他调养片刻 很快恢复精神 随即修炼 玄天轻微妙法 等功法 控制丹火 祭炼孔雀明王剑宇掏虫囊两大法宝 陆璇站在洞府山顶 神情凝重地望着 从手掌裂缝里钻出的灰白眼瞳 在眼瞳中 他看到一名身形肥胖的修士 正在洞府十多里开外徘徊 带着怪异眼神望向洞府 随即身影消失不见 唯一的劣势是 斗法经验不够丰富 只能用法器杂人 以量取胜 刚一进入 肉灵神就蹦蹦跳跳地来到他面前 大肉丸顶端的淡红眼瞳 一直望着肥胖修士所在的方向 表面海藻一般的皮毛飞起 露出里面一张张呲牙咧嘴的怪嘴 圆滚滚的身躯一直收缩膨胀 引得陆璇血气翻涌 这肉灵神为何如此激动 难道与那名修士有关 陆璇心中疑惑 心神凝聚在这头幼生期灾及邪碎上 美味 美味 好想吃 从肉灵神身上 他感知到这样一道极为强烈的念头 那名修士别的不说 身上肉确实挺多的 符合肉灵神的审美 陆璇摸缩住下巴 暗暗想道 先忍一下 等过段时间 再帮你把这份外卖拿进来 陆璇此刻有心无力 指得安抚肉灵神道 一大块妖兽肉出现在大肉丸头顶 瞬间化为一棚血物 凝结成一条细肠血肉河流 飞入大肉顽体内 心神感知下 肉灵神的那股强烈渴求淡化了一些 表面出现的血气收敛不少 转眼一月过去 陆璇将灵天里众多灵职一一培育好 望向手掌心里从裂缝钻出的灰白眼瞳 我身上究竟有什么 对那名修士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这抹久了 还时不时在我洞府周围游荡 可惜 碰上我这样一名不爱出门 狗在洞府一心中田的灵职师 陆璇疑惑的同时暗中觉得好笑 同时警觉性再次提高不少 看这架势 要么是那人从我身上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要么就是我将其彻底解决 没有别的解决 他深深记住那名肥胖修饰的样貌气息等 不过 现在一直耗着也不是办法 我不可能永远待在洞府中不出去 必须得先想个法子 将那人胆走 自己目前把握不大的情况下 陆璇暂时不决定图穷笔剑 等有九成九的信心后 再去找这份肉灵神的超大外卖 实力不够 举报来凑 他十分熟练地动用举报大法 当即取出雷火星动气无恒的独有传讯符录 向符录里面输入积道讯息 其道有 近来可好 麾下灵兽雷一鸟最近成长情况如何 陆某这段时间在雷火星洞附近意外发现 有一名行踪鬼祟的邪修 不知是 佛与之前四处劫掠的邪修有关联 还请其道友让雷火星洞巡逻护卫 多多留意 说吧 陆璇通过虚空眼目观察了一下所在方位 特意挑选相反方向 俘虏如同离弦之箭 射向其无痕所在洞府 杜绝雷火星洞安全隐患 保证里面美名修士的人身安全 是我等租户义不容辞的职责 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修士半位好 等我再收集个丰厚光团 再去给你算清楚这笔账 他望着肥胖如山的修士所在方向 暗暗说道 他曾经帮助雷火星洞齐无恒星时 解决心爱灵兽的问题 本身又是雷火星洞的长期高价值租户 加上还牵扯到之前的协修劫掠问题 种种因素下 天心洞的效率格外的高 不到一个时辰 陆旋就通过虚空眼目观察到 有天心洞杰丹修士率领一众护卫 从洞府附近经过 第650章 金刚菩提成熟 天心洞那些凡人的家伙怎么又过来了 漫天系微雷芒中 肉山修士身影慢慢显露出来 神情极为不耐烦地望了望远处 远对而去 在他印象中 这段时间 碰到天心洞巡逻护卫的频率 越来越高 时不时就发现 有杰丹修士带领一群全副武装的护卫 从附近经过 他本身也是租住在天心洞一名散修 可却不是雷火星洞 按照天心洞的规矩 只能在雷火星洞短暂停留 时间长了的话的给天心洞高层一个解释 若是头两次碰上的话 他还可以找理由敷衍过去 可若是被发现的次数多了 那理由就不够充分了 真想一口把他们全部吃了 肉山修士出现在一处山谷里 身上黑肉翻涌 流露出一股强烈到极致的渴望 可却只是心里想一想 他虽然有足够的实力解决掉那一对巡逻护卫 可若是蟹露出一丁点消息 那必定会惹来天心洞无穷追杀 别说原因大能 光是随便一名结单后期修士 就能轻松将他解决 再这样查下去 迟早会被天心洞发现 那家伙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这磨久了一直躲在那龟壳里面 与外界完全没有交流 数十个呼吸后 便来到洞府二十多里开外 两大土盾秘宝的加成下 他如同水中鱼儿一般 灵活自如地在各种岩石土壤间迅速穿梭 出现在地面时 他容貌在千昌鬼面的改变下 以精化做一名普通青年修士 加上身上披着能遮掩气息 蒙蔽天机的轻浮羽衣 陆旋神情自若地向摘星楼飞去 该去海楼商会走一趟了 上次传讯过来的福禄 要我去辨认一下抑郁采摘而来的灵药 已经拖延了好几天 再拖下去恐怕会影响不好 他上次留下的那些宝物 已经卖得七七八八了 货架上只残留一些性价比较低的法器之流 虽然有阵法防护 但有这摩一名心怀不轨的修士 一直盯着自己 终究不太舒服 陆前辈 陆璇暗暗想到 分楼防护能力比他洞府只强不弱 加上海楼商会这块招牌 陆璇也就极为放心地处理一些灵质杂物 只能先委屈一下你 等他从洞府里面出来了 陆璇望着手中灰白眼瞳 暗暗松了一口气 完成一些琐碎后 他便来到有剑杂或扑 有剑杂或扑里修士此刻并不多 陆璇进入之后才明白原有所在 终于清静了 在天心洞施家的压力下 那名肥胖修士终于主动退走 虚空眼目已经连续多日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来到海楼商会分楼 陆璇确认没有被人跟踪后 恢复本来面貌 进入分楼中 在洞府边缘处 他从储物袋里取出一枚土黄灵珠 施展 土圆密测 融入带有戏威雷芒的岩石中 他从胸前挖出一块黑烟弥漫的血肉 为给带有浓郁怨气的灰黑长蛇 心中决定暂时放弃 日后再去寻找机会 谨慎起限 他并没有直接从洞府离开 辛苦你了 不辛苦 能为钱备效全马之劳 是晚辈天大的荣幸 文钱立刻摇头说道 他在杂货铺里每月酬劳比在海楼商会高了一半不止 陆璇偶尔还会赏赐给他一两件宝物 那些宝物对于目前的他来说极为鸡肋 可对还处在炼气圆满的他来说 却是格外的珍贵 他心中因此十分敢记录选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 在打理杂货铺生意上 偶心力血 任劳任怨 完全投入其中 这是新的一批宝物 除了比较受欢迎的助鸡丹 养间葫芦外 另外 还有一些四瓶法器 宝物 你看着处理就好 另外 把这段时间赚取的灵石交给我 是 陆前辈 闻前瞥了一眼陆璇放在桌上的各种灵光四射的宝物 暗纳住内心的兴奋 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堆小山般的中品灵石 陆前辈 这是账目与灵石 还请您过目一下 陆璇灵石一扫 将那堆中品灵石卷入储物袋中 那些从低阶灵值收获的光团 虽然单见价值一般 可累积起来后 也极为可观了 这转灵石的速度 有些恐怖啊 还是在我没有动用那些五瓶宝物的前提下 他心中暗暗感慨到 欲发认识到光团的可贵 从摘星楼回至雷火星洞 他依旧改换气息容貌 施展 土圆密测 借助土行猪 无声无息地回到洞府中 出去走一遭 完成客清义务 收回一大批中品灵石 顺便买下一些修行必需品 他又可以安心待在洞府中种田了 时光流逝 不知不觉间两个月过去 陆旋盘坐在蒲团上 心神沉入丹田内 金黄丹药微微跳动 内部有着淡青色丹火 静静燃烧 在金丹中心 有着一头微型精致的金黄孔雀 细如发丝的淋雨 如同一饼饼细简 在金丹内自在飞舞 享受着丹火的祭练 孔雀周围 还有着一个灰白囊带 贴在金丹内壁 微微如洞 庞府有着生命力一般 祭练孔雀冥王剑雨掏虫囊振抹抹酒 终于有几分低节法宝出行了 陆璇心中欢喜 心面一动 一柄金黄巨剑从体内射出 在其周围画出一道道晦色复杂的轨迹 孔雀冥王剑被丹火祭练后 施展时收发随心 消耗的灵力减少许多 控制起来更加轻松 飞剑灵性十足 像是陆璇之体的延续一般 威能也加强一倍不止 掏虫囊在祭练后 同样更具神意 空间扩充不少 似乎与虚空连接 隐隐有诞生空间神通的迹象 陆璇张嘴一息 孔雀冥王剑顿时从口中进入 化为一头精巧金黄孔雀 重新回到金丹内 充分祭练两件无品法器后 陆璇见天色尚早 便又来到灵田里 巡视查看众多灵植 忽然 远处灵田里传来一声佛号 声音中蕴藏住光明坚定之力 彭腹能够洗涤世间浑浊 久久都未散去 陆璇见此意象 心中一喜 身形如同流光 来到一块放置祝佛门法 弃腹魔爵的灵田前 金刚菩提灵直上 顶端菩提子大放光芒 照耀的周围无比明亮 那道金刚虚引浓郁的仿若实质 许许如生 金刚菩提终于成熟了